法國國會大選首輪登場 這次的出口民調顯示 極右翼政黨得票率 以33.2%居首 暫時超越總統馬克宏 領軍的執政黨 大家也關注到其中一位 充滿清新活力的黨代表 來自極右翼政黨 國民聯盟的黨魁巴德拉 年僅28歲 在辯論場上栗戰執政黨 放話要當上總理 談吐溫文 氣質滿分 被法國人譽為完美女婿 如今還很有機會成為 法國最年輕的帥哥總理 巴德拉出生移民勞工階級 16歲就入黨 21歲成為發言人 22歲當上黨主席 靠年輕帥氣 溫和又親切的形象 擺脫右翼種族歧視的罪名 收穫不少好感 而馬克宏的帥氣 也不輸28歲的鮮肉 46歲的馬克宏 39歲就選上總統 是法國史上最年輕的一任 霍鋒政治金銅 而且形勢作風 也很有態度 高調大談 插了25歲的師生戀 不受傳統拘束 這次就冒險解散 國會舉行大選 來了場政治豪賭 另一位帥哥領導人 也迷倒不少選民 今年52歲的杜魯道 43歲成為加拿大總理 英俊的外表配上 188公分的身高 超級動靈 站在講台上 感覺就像在發光 就連絮湖 留起不羈長髮的他 也能讓在場女性 都不禁飯花吃 魅力驚人 記者王宇宇宇宙報導